师父说一位女同修感情运很不好 要吃很多大亏 然后同修回答说已经是过亏了 然后师父说她就是来还勤债的 还完了就不用再还了 那么请问师父这位女同修至今单身没有结婚 而且很年轻 师父说她勤债还完 是不是指以后就没有婚姻了呢 她可以再找啊 可是再找不就等于又要去还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我我又不能叫她不结婚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我有什么办法 你要境界提高 你自己才知道这个情在不得还的 你要想不还的话 你就别去碰 碰了就得还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就是等于自己找来的惹来的缘分 对不对 如果再要找 对啊 你已经缘分还完了 你再去惹 你当然惹得到缘分的了 你是个女人 你就惹缘分了呀 好的感恩师父 那么可不可以就是求菩萨加持 就是可以让她在缘分这方面那个境界就是加深的快一些 可以的呀 这都可以的呀 就像一个女人呀 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呀 你明明知道你作为一个女人你很危险的 对不对呀 你有时候坐车打地 你就不能一个人去呀 你别说你们女生呢 你晚上打地 你叫师父一个人去 我都不敢呢 师父都不敢 我敢呢 我敢吗 我就念经了 他是一栋坏脑筋 接下来他就下车了 汽车一停下车了 他说请这位先生你自己来开吧 那师父如果就是说如果已经有那样的意愿 然后求菩萨加持 就是不要去惹缘分 那师父之前说过就是异性之间不要度人嘛 那比如说我有一个初中同学 他是个男同学 不能度 也不行 你叫人家人家难受这支度 叫你们佛有难的去度他 谁叫你度的 除非你想跟他谈恋爱 想清修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他就是还没有许愿 但是有这样的意愿也不行了 不行 好的 除非除非你今天是想结婚的 对不对啊 你想找一个男朋友 那么你把他度来了 你只是找了一个比较善良的 愿意学佛的 跟你志同道合的男朋友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男人师父 我 好 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